第291章双鱼者 安南再度从床上睁开眼睛 他几乎是卡着次数 把玩家们进这个噩梦的权限关上的 他已经随时可以进阶白银了 目前银骑士反而是一个副职 这个职业继续提升 基本上只能给安南加血 强健身体 他本身并不会像剑士一样 提供战节 只会附送高额的属性 而他的技能列表 则完全来自于用圣光印痕购买的神术 也就是噩梦进化证明 所以安南做出了一个决策 他的副职业继续提升 收益已经不大了 不如把这里的经验先让给玩家们 让他们出门的时候等级高一些 再稳一些 安南目前的最优先任务 还是进阶 把玩家们驱散之后 噩梦 画廊剩下的次数也已经不多了 这几天他又刷了三轮画廊 把银骑士等级再度提高了三级 然后就只剩下最后四次噩梦耐久了 路易斯进化这个噩梦的效率并不高 安南留了四次 基本上可以保证 他得在这进化一个月以上 至于安南自己 他已经准备出发了 是的 安南当然不会好心到 突然给部分玩家开一个藏宝图 精灵废墟里面有的 也不只是孩子进阶要用的东西 虽然也是真的有 但流浪的孩子现在才刚15级 离进阶白银 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这其实是安南准备自己进阶的时候用的 萨尔瓦托雷 给安南写下了许多巫师的进阶方向 与巫师学徒 能够保送巫师的情况不太一样 巫师在进阶的需求 反而就比较困难了 比如说最普通 常见的进阶大巫师 也首先需求巫师的所有法术位 全部填满 而且至少涉及三个学派以上 这对那些科班出身的巫师来说 几乎是默认满足的条件 但他对安南这个速成巫师来说 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而且大巫师这个职业的特性 也不能满足安南的需求 他仅仅只是 让巫师没有跨学派师法的惩罚而已 但像是东之手这样的工具人职业 安南却也是不想转 因为他的副作用太大了 剩下的进阶职业中 能让师能学派的巫师进阶的也不算多 最终安南选定的是一个古代进阶 双语者 最开始安南记住这个职业的时候 仅仅只是因为 海骨公曾经提过双语这个姓氏 但在询问了进中人之后 安南得知了更多情报 在统一战争后 成立的师能学派 其实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统合而成的 他们在统一战争前 被叫做兵卖术士与陈墨术士 像是怠惰之眼 师宿之强 都是陈墨术士们的招牌法术 他们所擅长的 就是以自身寡淡的情感 沉默的言语 缠弱的身体与敌人或空间共鸣 依次封进他人的言语能力 施法能力 投射物能力 近战能力等等 是完全的纯控制职业 而兵卖术士则是比较好理解的 传统意义上的兵法 这个世界中 兵与火这两种超凡力量的根源 都来自于古代龙族 如同老祖母和岁父 都是巨龙出身一样 至少在第一季以前 类人生物还没有诞生历史记录 还没有开始记载历史的时候 老祖母和岁父 就已经分别是兵与火的正神了 兵脉术士的起源 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三季 在第三季中 一些精灵得到了老祖母的部分 力量 成为了双鱼者 因为精灵的灵魂贴合自然 他们进入超凡的初始 就是凝结 也就是白银间 能够自如操控冰霜领域的诅咒 与老祖母这一冰霜的活化 深能够产生交流的 类似牧师的职业 大致相当于法系的银骑士 而后来 一些双鱼者则认为 这样的效率太低 能够承载双鱼之力的精灵 少之右手 不利于传承 于是他们进一步 稀释了这份诅咒 创造了兵脉术士 这个三首职业 兵脉术士们使用的力量 基本上就已经与老祖母 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或者说 超凡之力微弱到这个程度 已经不需要 得到冰霜领域之主的许可 就能使用了 但如今是第五季 第三季中 被评价为力量微弱的 兵脉术士 已经成为了 最强大的几个职业之一 当然 一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们 完全改变了作战方式 兵脉术士们 已经不再使用 能够用来增幅 冰霜领域力量的 冰残丝的法袍 和相有蓝水晶 羽营的权杖王 他们拿起了斧头和锤子 虽然这会大幅削弱他们的冰 但比起以前 需要持续施法 直到彻底 冻死冻碎的要求 如今只需要让敌人的动作 持缓 这一锤子 过去也能把巨人直接拍杀 效率极高 在统一战争之后 冰脉术士与沉默术士 合并的原因之一 是冰脉术士缺乏进阶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哥俩 都是叛变的古代术士 冰脉术士们 能够减缓敌人的反应速度 所以他们拿起了动作持缓 但威力巨大的斧头和锤子 而沉默术士的特色 在于他们能够限制 敌人的施法能力 解除敌人的防护 防护敌人的抛射攻击 所以他们拿起了枪和弩箭 选择和敌人单方面对居 大人 我的时代变了 但你没变点GPG 随着两个学派的古代术士 统合成了施能学派的巫师之后 他们就越发习惯于这种施家 限制家依靠外物的作战模式了 而他们随着老祖母 抵达了领东宫国后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就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实用主义 当然 即使到现在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它能流传到现在 这就是承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而双语者的先诀进阶条件 萨尔瓦托雷也写得很清楚 轻时度低于50% 至少三个法术空位 十点以上的体质 十点以上的意志 四十点以上的感知 冰霜领域任意要素的亲和度 超过50 双语者的涌动之血 初阶影响 优雅之低语 安南满足了前面的六条要求 这并不多 因为其他的进阶要求 安南满足的更多 而剩下的材料和影响 萨尔瓦托雷 也已经给它标注了获取来源 就是安南让孩子 他们去的那个遗迹 优雅之低语 这个初阶影响 会出现在所有的精灵遗迹中 只要是留下了精灵生活痕迹的遗迹 通常都会出现优雅之低语 自然之赞歌 这两个影响 并且小概率会出现初阶影响 白银之魂的残留 外在的表现 就是走在无人的街道上 偶尔听到 有人以精灵语窃窃私语 或是 而魂的残留 简单来说 就是闹鬼 而且是被鬼缠身的那种级别 择地 黑塔之所以将遗迹 尽量维持原样的保留下来 甚至设下结界 封上了大门 就是为了之后 在仪式上 需要想要的影响的时候 能够派人去收割 乌尸塔一般 管这样 能够稳定生产影响的场所 叫做影响池 每一处影响池 都是乌尸塔的重要公共财富 安南派遣孩子四人 前往这个影响池 实际上 不是担心会遇到什么盗墓贼 更不是担心里面的怪物 这个遗迹里面 最多只会有一些中立幽灵 为了和幽灵对话和对抗 安南 专门派遣了西泰普兰 这个伴王之女 他主要是担心 会遇到泽地黑塔的巫师 巫师塔的原则 是 只有本塔的巫师 在得到许可证的情况下 才能进入影响池收割影响 如果他们遇到危险 安南只需要把他们的复活点改回来 即可 等他们 四个把路线彻底探明 安南就可以快去快回 以免路上碰到人 毕竟这本质上还是盗脸 虽然萨尔瓦托雷地位高 可以不用在乎这些事 但安南还是不希望自己给他惹事 安南不是担心自己被当场抓获 捕获到黑塔 他担心的是 自己还手的时候 用力过猛 把萨尔瓦托雷的哪个学长给打死了 不过目前 安南到 还有另外一个眼 他可以随时通过龙警察那边的视野 判断什么时候 可能会有人去北海岭的精灵遗迹 论视野的重要性点 GPG 第二百九十二张锅 配招 终于找到了 龙警察 深呼一口气 从书架上小心翼翼地取下一本极为沉重的书 论斥令 这真的是极为沉重的书 因为它的封面 并非是纸 也不是牛皮 而是三毫米厚的钢铁 从侧面看过去 那赠光瓦亮的书籍上 英克的花体字 让龙警察联想到了 客有品牌名的不锈钢香皂 与其说这是一本书 倒不如说 这是一个能横着打开的铁匣子 但他已经习惯了 这是他到泽地黑塔的第五天 刚来到泽地黑塔的时候 作为一个插班生 没有基础的他 并没有直接跟着其他学生们去上课 他如今这个年龄 也不想和十四五岁的孩子们 一起坐在教室里 所以在自己房间待坐了一天后 他拿到了萨尔瓦托雷 给他签下来的图书室准入证 让他去自学 这让他可以进入五楼和六楼的图书室 泽地黑塔的生活区 一共有十三层 四楼以下是居住区 饮食区和健身区等场所 而从五楼以上 每一层都有不同权限的图书室和教室 越往上权限需求越高 以龙警察目前的权限 五楼图书室的书 他可以直接拿回自己的宿舍 而六楼的书 则要在六楼看和做笔记 不能带出 而龙警察要的就是这个 他目前没法刷副本 只能每天做隐秘之眼的周长和日常 抄录三本尚未被录录的 有价值的书籍 十三 每周限三次 抄录一本法术书01 每日献一次 抄录一本记载神秘知识的书籍01 每日献一次 虽然说是周长和日常 但以龙警察当前的抄录速度 他基本上要三天才能抄完一本书 这个抄录指的不是真正的用手抄 龙警察根本不会写这个世界的文字 只是在系统的自动翻译下 能看懂而已 这个世界的文字 外观上与拉丁文有些相似 都是曲里拐弯的 在双向翻译的辅助下 龙警察写的确也是能写的 除非是语法很复杂的大长句 基本上没什么困难 主要的问题是他的字迹 他没有写这种文字的经验 就算临摹下来 也是让萨尔瓦托雷盯着条子愣了半天 才面色复杂 逐渐看懂了的程度 从那之后 龙警察就不是很想动笔了 这个抄录 实际上是隐秘之眼阵营的一项通用技能 或者说生活技能 在龙警察启动这个技能 并专心读书的时候 他读过并理解的文字 就会被绿色的基底覆盖 正在读和理解的文字 则会被黄色的基底覆盖 而看漏或者理解严重错误的文字 则会被红色的基底覆盖 当一本书的绿色部分 超过95%的时候 就可以完成录入 而红色部分越少 奖励就会越高 一开始 龙警察只是把这个当作 刷精验用的技能 就好比是采矿啊 分解压之类的功能性按键 但在他开启了这个技能 并真正在抄录技能下 读完一本有价值的书后 龙警察立刻意识到了 这个技能的重要性 这个功能能够用来辅助学习 有抄录功能在 就像是跟了一个随身老师 他能第一时间提醒自己 是否需要往下看 是否需要掉过头回去看 是否看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即使他本身没有强化记忆力 但在龙警察看完了 诅咒学基本概论后 他也基本把这里面的知识 记在了脑子里 于是龙警察现在打算 开始完成一下自己的日常任务 试着抄录一下法术书 第五层的书 全部都是概论 导研 总数 之类的书 外带一些保密度不高的历史 数学 人体生理等类型的书 而且很多页数都是图 应该只是为了打基础的 龙警察看完那本 诅咒学基本概论后 感觉就是读了一套设定集 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反正读什么书都是读 那么不如准备试着了解 并学习法术 顺便完成一下日常任务 如今龙警察的巫师学徒 这个职业 已经到了7级 现在他有两个即使法术尾 一个引导法术尾 却只记载了一个禁止移动 他现在已经知道 巫师学徒的进阶需求 是能够利用两个即使法术 两个引导法术形成循环 一般来说 构筑循环 是要让先写论文 推算模拟 再让自己的导师帮忙把关 保证最后能够用四个法术 完成自保 才会允许进阶 而一般来说 这个自保循环越是严密 威力越大 越是实用 评价就越高 龙警察现在 一个是没有导师 另外一个也是不需要导师 他虽然对法术不了解 但他对游戏很了解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定位 以及其他玩家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控制 增幅 削弱 是的 和巫师们不同 龙警察从最开始 就没打算过solo 如何提高自己与其他玩家的配合 这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法术就 不错 紧急回避 及时 念出斥令 使得愿意服从命令的目标 立刻打断当前动作 并进行紧急回避 闪避时 以施法者的感知属性 替代被施法者感知进行检定 法术书下面 也有对这个法术的详细解释 和具体用途 简单来说 就是 如果龙警察看到有案件袭击 向自己的某个同伴 但对方毫无察觉 那么就可以立刻 使用这个法术 强制对方 闪避自己看到的这次攻击 当然 闪避时的速度 取决于对方的身体素质 但能够闪避哪些攻击 则取决于龙警察自己的观察 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可是训练师三大神迹之一 快躲开 坚持住 站起来 这么强大的辅助法术 居然只是消耗不大的及时法术 而且评价 好像还不怎么高 这看得龙警察一愣一愣的 最后 他终于反映过来一件事 原来如此 这些巫师们 怪不得没队友 特么的 一个个都是锅配招啊 第293章 商对领事泰特 雇佣你们 倒是没什么问题 泰特抿了口酒 缓慢地思索着 但这个价格嘛 而美未风鹅正 背着两把剑 坦然坐在他面前 他最近总觉得 自己背后早晚要变成五把剑 价格好谈 阁下 美未风鹅 呵呵笑着 说实话 我也不怕您压价 毕竟我们是顺路 只要您能保密 哪怕多一点也是纯赚 我们这还轻松 学来领 也的确没有什么危险 咱是做长线生意的 不坑您 你这就不会谈生意了吗 和美未风鹅 发型一致的泰特领事 文言笑着 言语中带有奇怪的方言味道 哪有开场 就把自己底牌打出来的吗 要是那些职业佣兵 肯定会在这个时候 忽悠您 美未风鹅大笑着 流露出沉稳可靠的气质 说什么 这里路段多危险啊 可能有什么险境啊 巴不得把这里说的 像是要打仗了一样 就是专门忽悠那些 什么也不懂的傻瓜 但我觉得 您不是愿意被忽悠的人 一看您就是懂行的 美未风鹅 笑呵呵地奉承道 两人笑着对视眼 在温暖的灯光下 两颗赠光瓦亮的脑袋 硕硕发光 他们毕竟是得跟着商队 进城的 也就是说 跟随的那个商队 必然在王都有销售店 或者进货店 他们就肯定不像 是在外地奔波的 那些商队一样 对王都完全不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用酒 是来自王都的 离家出走的大小间 来糊弄对方 风险就太大了 万一对方随口问一句 谁家的呀 美未风鹅怎么回答 或者王都干脆 就真有个大小姐离家出走 然后商队直接把酒 给人拉过去了怎么办 太容易惹麻烦了 所以 美未风鹅干脆 反转了自己的思路 不再是三人 护送大小姐回家 而是两位走单的佣兵 护送两位北地来的教士 前往王都 但众所周知 赢爵士的教士 没有私人存款 他们接的是 当地教会的偿单 所以钱已经拿到了 他们现在 打算再挣点外款 带着两位教士 一起护送商队进王都 顺便就把护送 教士的钱挣了 而教士 既然也在车队里 遇到什么危险 也能帮忙治疗一下 当然 既然 他们有两位超凡者 还有两个赢爵的教士 虽然路途很短 但我收点钱不过分吧 这操作看的弹幕上 一片生草 每位蜂鹅 他们这一路上 开始的时候没反应 过来 还是老老实实 花钱雇马车 等他们渐渐反应过来之后 就开始一路不花钱搭便车 到最后 快抵达王都了 甚至还打算 再挣点别人的钱 最离谱的是 每位蜂鹅 居然还真能 把这生意谈下来 来 兄弟 尝尝这个 这可是巫师调配的酒 在王都圈外 想买都买不到 泰特笑着 给每位蜂鹅友好的 倒上了一杯金色的酒 酒夜很浅 大约一纸半 也就是一口的量 泰特随口说道 我记得你刚刚说 你是叫每位蜂鹅吧 这名字可有些傲口 你要是知道 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那就不是傲口的问题了 每位蜂鹅付匪道 还好这些人 念他们名字的时候 都是因义不是义 不然孩子 应该是最倒霉的 的确很傲口 你可以叫我 或者老鹅 我的朋友们 都是这么叫我的 每位蜂鹅 清秀一下 随口答道 根据酒香来判断 这酒的度数 应该还挺高的 基于玩家的身份 每位蜂鹅 也不怎么怕下毒 所以她也 没有什么畏惧 抬起酒杯抿了一口 味道意外的不错 很甜 而且不腻 这是什么酒 每位蜂鹅忍不住问道 她叫蜜唇 是黑塔的巫师老爷们 做的一种蜂蜜酒 所以产量不大 泰特笑呵呵说道 再加上她能美容和壮扬 所以需求量很大 价格是一直居高不下 这么一支酒 最少也得五磅 闻言 每位蜂鹅有些扎舌 那自己刚刚这一口 就是十几个银币 下去了呀 这么一想 她就觉得这酒更好喝了 等下线之后 得去买点蜂蜜酒 尝尝 见到每位蜂鹅 有些馋的样子 泰特笑着 又给每位蜂鹅倒了半杯 老鹅 你应该不是诺亚人吧 我的确不是 每位蜂鹅点了点头 但我再还没有成为 超凡者的时候 就已经在诺亚生活很久了 那你的故乡是哪呢 泰特好奇地问道 每位蜂鹅没有回答 只是向东方努了母嘴 泰特领事闻言 猜测着 领东人 不 不像 你是联合王国的人 你怎么不猜我是教国人呢 教国人 哈 泰特闻言 嘴角上扬 几乎笑了出来 但他略以沉思 嗯 不过也有可能 教国的流民嘛 教国流民又是什么 再次听到了新的陌生词汇 每位蜂鹅心中一动将他记了下来 但每位蜂鹅 却只是神秘地微微一笑 没有说什么 套出来的情报 已经差不多足够了 先把合同签了吧 免得招惹是非 泰特 却在这时沉默了 下来 他的右手第二指节 无意识地轻敲桌面 陷入思考 我说 老鹅 他突然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坐起身来 带有酒气的吐息 随着泰特长长的呼气 而充斥着房间中 泰特领事 眯着眼睛 看向每位蜂鹅 压低声音 你想不想 多挣点钱 嗯 每位蜂鹅微微一挣 什么 帮我带点货 泰特低声说道 你觉得这酒怎么样 很好 不如说非常好 唇厚干裂 甜而不腻 怎么了 每位蜂鹅下意识地答道 泰特领事 闻言 微眯着眼睛笑了笑 兄弟啊 他压低声音 低声说道 但我这是 仿的货呀 仿的 每位蜂鹅挣了一下 兄啊 你这什么意思 你是卖假酒的 跟我这么说好吗 你先签个合同 然后我们再细说 泰特说着 给每位蜂鹅 拿上来一份合同 每位蜂鹅低头一看 他的视网膜上 便浮现出一层光幕 系统 把合同中的有效内容 直接提炼出来 给他列了出来 看到合同的内容 每位蜂鹅 瞳孔微微一缩 我这是 无意识钓上大鱼了 第294章 恶魔之血 合同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也的确是 银爵士教会出品的 官方合同 大致来说 需要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 一旦揭取 就不能中途放弃任务 第二 不能透露 关于这次交易的具体内容 给任何人 光是这两点 就已经非常异常了 而让每位蜂鹅 警惕起来的 是 第三点 报酬是 整整300磅 或者十份样品 卖假酒 哪怕能轻松赚个几千磅 每位蜂鹅都是性的 这个酒本身的味道 的确相当不错 在他喝过的酒里 也能算是上品 作为泽地黑塔的 山寨品牌 他的销路也不用愁 虽然300磅的报酬 算是有些高的离谱 但姑且也算是比较合理的 真正让每位蜂鹅 意识到不对的 是那个十份样品 什么 样品 是那个假酒吗 为什么不敢在合同上写明 而且 哪怕是按这个价格来说 一份样品的价值 至少也在30磅以上 考虑到有价无市 可能真实价值 还得再翻个翻 但这一瓶酒 不是售价才5磅吗 没来得及想太多 每位蜂鹅 直接翻开合同到最后一页 大致扫了一眼 就毫不犹豫 直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这过分果断的样子 倒是让泰特有些讶异 你不看看合同的内容吗 其实我已经偷偷看过了呀 每位蜂鹅心中如此念着 但脸上却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不用了 老哥 我相信你 而且我觉得 这合同 我还是签了比较安全 他说着耸了耸肩 指了指报仇纳兰 他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既然我知道了 你的秘密 那么你的合同我就应该签 这样我们就是一伙的了 不管合同是什么内容 签了都一定比不签 安全 健壮 泰特笑了笑没说话 他先是打开钱包 取出一个大小 像是三片连在一起的胶卷一样的薄玉片 盖在了每位蜂鹅的名字上 老鹅 你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每位蜂鹅 每位蜂鹅 已经见过这种阵仗了 便自证腔圆的达到 那玉片微微闪过绿光 示意名字正确 合同有效 健壮 泰特才终于哈哈地笑着 给每位蜂鹅 直接把酒倒满 你是个聪明人啊 泰特感叹道 看来我这次是找对人了 随即 他开口笑道 那我跟你说说吧 从头说说 我们表面上是卖酒的 但谁也知道 哪怕有自己的庄园 光靠卖酒 也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 也没那个必要 来王都卖 王都虽然有钱人非常多 但也有一条 商对入城的时候 要缴纳商品总价值5%的安保税 所谓的安保税 就是一个一个车厢 仔细查探货品 抽样检查完毕 确认无误后 抽的辛苦钱 如果真是卖酒的 那么 与其全部卖到王都 倒不如散开货 卖到王都圈 为了说服史迪威 雪莱给我们办下来 免捡入城的证捡 我首先得说服他 我的商品的确能挣到钱 能产生利润 泰特说着 抿了一口自家生产的假酒 微笑着说道 这酒就是个借口 但你们不是真的为了 卖这些假酒来的王都 每位风鹅 意识到了什么 泰特缓缓点了点头 是的 如今正是诺亚最混乱的时候 当然也是最挣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我卖假酒 的确能捞到一笔 能让我下半辈子 有花不完的钱 可那又怎么样呢 说到这里 泰特自嘲般的笑了笑 我也依旧是个商队领事罢了 我是有钱 可光有钱又有什么用 所以 所以 你看看这个 泰特说着 对每位风鹅神秘一笑 他从怀中 取出一个青铜质地的试剂瓶 他看起来有些像是打火机 又像是军用水壶 每位风鹅隐约有所察觉 在他握住那个试剂的时候 他的眼前弹出了一个窗口 恶魔之血 类型 消耗品毒药仪式材料祭品 金色 描述 马塔郡的特产 以活着的恶魔作为转化材料 萌缩提炼后得到的灵药 打开瓶盖后 就能听到灵魂的嘶吼声 服用后 可以将体内的诅咒浓度 提升到最大 效果 饮用后 轻食度正89% LV加6 根据当前等级决定 特殊 仅限青铜阶及以下使用时 才可提高等级 轻食度正89% LV加6 每位风鹅微微一正 很快打开了自己的面板 他现在的轻食度是11% 剑术教习的等级是 14G 也就是说 他喝下这东西之后 可以直接提升到青铜阶巅峰 看这个描述 应该也可以让普通人喝下之后 直接到这个水平 从一级直接拉到20级 但副作用就是 轻食度也会移步到位 直接涨满 看到这东西 一直在无声亏评的安南 也微微一愣 青铜巅峰 轻食度拉满 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轻食度拉满 不就变成没有理智的恶魔了吗 还是说 这玩意 真就是下毒用的 于是安南很快发了条弹幕 匿名问道 快问问他这是从没来的呀 小心别真喝了 泰特开口警告道 这可是恶魔之血 这个你听过吗 拿塔郡的那个 每位蜂鹅 沉默了一瞬 试探性地问道 泰特有些 压抑地看了看他 不错嘛 还知道什么 没了 每位蜂鹅诚实地答道 就知道 这些 简单来说 就是 只要人喝下去 就会变成恶魔的毒药 对超凡者来说 是绝对无法抵抗的猛毒 喝下去 最好的结果也是 精神失常 泰特笑了笑 咱们卖的 其实是这个 现在王兜里 这东西 一瓶得八十磅 八十磅 每位蜂鹅有些压异 但竞价不到十磅 泰特笑咪咪的 不怀好意地说道 你要想的话 可以自己试着 去拿塔郡逛逛看 安南自然知道 他这是什么意思 但对地里 不是很熟悉的 每位蜂鹅 却只能是沉默着不说话 这也是他聪明的表现 少说少错 然而每位蜂鹅 即使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从物品介绍上 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撞到 尚未开启的主线上了 到底是谁在买这些东西 我要怎么做 他的话到嘴边 却变成了这样 泰特轻笑着说道 很简单 我们的蜂蜜酒 是装在不同的箱子里 卖给不同的人的 即使我们拿到了免检 也只是保证能进城而已 东西还是得让他们翻一遍的 但这个时候 史迪威爵士那边的记录中 我们的货物是秘唇 你到时候 就坐在五号车里 我会给你二十四瓶恶魔之血 等检查的人走了之后 你不要下车 直接把唯一的黑色箱子 也就是三号箱里的货取出 把蜜唇倒出来一杯 把一瓶恶魔之血倒进去 记住 酒可以倒出来 多也可以倒出来少 但一瓶酒里 只能倒进去 一瓶恶魔之血 泰特微笑着说道 你已经签了 赢爵士认证的契约 在任何法律中 都是我们的共犯了 最好不要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事成之后 我会给你三百磅 或者十瓶恶魔之血 你自己挑 我只是警告你 如果被发现了 最低可也是死刑 死刑 每位蜂鹅 心中一动 开口套话道 凭什么 就凭咱们贩卖毒药 不 泰特达道 就凭咱们卖给王室毒药 或者 也可以加上 涉嫌谋害王室的罪名 但这都无所谓了 反正你到时候送货的时候 也会知道的 五号车三号箱的两打毒酒 就是三王子殿下要的货 我可一直是他最忠诚的供货商 光头商人微笑着说道 所以我说 如今正是诺亚最混乱的时候 也是我们这些口袋里 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普通人 崛起的时机 第二百九十五章 富含生命的秘酒 在听到肥利 诺亚的名字出现在对话中的时候 安南几乎是立刻就意识到 每位蜂鹅 这怕是要立功了 每位蜂鹅不知道拿塔郡的情况 也不知道什么是恶魔 更不知道堕落之路的存在 他也不知道 诺亚王室的紧张状态 也不可能听过肥利王子的名字 这恐怕也是那个大光头 选择他作为合作伙伴的原因 就是因为每位蜂鹅什么都不知道 想要依靠演技 那位蜂鹅的话中其实有许多的漏洞 因为他对常识的缺失 他自己没有察觉 比如说 银爵的教士根本不需要护送 教士们的确没有职业等级 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自保的能力 哪怕不算路易斯教士那种 身高接近一米九 体重两百多斤 每天早晨都要慢跑俯卧撑 锻炼体力的猛男 其他的教士 也不可能缺乃一两个保镖 圣光硬恒的本质 是进化噩梦的凭证 也是神明给予 信徒的一种特殊的声望货币 他能够购买的 自然也不可能只是神术 他们还可以购买一些永驻的 或是长期的被动生效的能力 再加上进化噩梦时 偶尔得到的咒服 虽然不可能有巫师那么强大 但自保绝对是无忧的 一个例子 就是面包老哥 安南第一次见他时 达里尔主教 那突然出现在安南面前 而瞬间 又突然消失的技法 直到现在 安南也不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原理 什么神术 自己又该如何挣脱 他 可是记得 达里尔主教第一次出现的那个时候 就像是把他们直接拉入到了固有结界里一样 无论是大雨前阴冷的凉风 还是街道上的路人 都是完全看不到的 只有安南和玩家们能看到他 这种神术 要是用来刺杀 可以说多少护卫都没啥用 而像是青春永驻啊 争鸣之物啊 这种的神术 都是只需要一枚印痕 就能购买的一匹神术 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效果太弱 能够瞬间抹除轻伤 大幅加快重伤愈合的治愈能力 以及能将银币化为枪弹的远程攻击神术 哪个都不算弱小 实际上 这是一种福利 只需要三枚圣光 印痕 就能得到基本的自保和工作能力 就像是那种 放在技能术最前面 轻松就能点满 但是直到后期 也要一直用的实用技能一样 安南身上的三枚银爵士的圣光印痕 实际上就是安南存的钱 反正圣光印痕存在身上 不花出去的话 也能主动激活来增服神术效果 属于存着能下弹的资源类型 也不算亏 倒是悲剧作家的那枚圣光印痕 安南最近再查资料 打算看看自己能够买什么神术 毕竟他不是悲剧作家真正的信徒 以后再进化噩梦 也无法继续得到他的圣光印痕 那不如直接花出去 买个实用的一份神术 增服一下自己在噩梦中的战斗力 但是悲剧作家的神术 过于偏门且花哨 倒是一些短期buff比较实用 安南也在犹豫 到底买哪个好 现在看到每位风额这边提供的情报后 他也是终于确定了下来 选择了一个早就挑好的零食 恩赐 恩赐 欲知谋杀小型 在半小时内会被谋杀的目标 在视野内被标记为红色 此恩赐在一年内有效 而像是迎爵士那边 安南还看到了体质加三的恩赐 皮肤硬化的恩赐 恒定侦测毒物的恩赐 如果真是资深教士 怎么可能还需要拥兵护送 排除掉那两个丢人的玩家菜鸡教士 其他的资深教士 怕是比每位风额这种刚入行的超反者能打多了 但那个光头却并没有拆穿每位风额的谎言 反倒是立刻同意了与他合作 一般来说 发现一个人撒了个不小的谎后 可能会与对方进行这么危险的合作吗 更何况每位风额与他 也不是什么老朋友 他们认识也仅仅只有一个小时而已 除非他根本不在乎每位风额是什么人 也不在乎他要去王都做什么 他仅仅只是要抓一个 对这些情报不敏感的超反者而已 还是不够谨慎啊 老恶 安南叹了口气 这金色品质的物品 有这么好拿的吗 将恶魔转化为药剂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转化巫师能做到的事 恶魔再怎么说 也是超反者变的 不是金石 火焰 金属之类 较为纯粹的物质 也不是什么元素生命 能将超反者炼制成药剂的 在此之前 安南只知道一个 赫尔莫斯学派的贤者之石 它也同样是金色级别的物品 但完美品质的贤者之石 可是被称为药素的完美精华的灯神之物 如果是批量生产白银阶超反者 说不定还能算是金色级的物品 批量生产恶魔的药剂 它显然还不太配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了 它并非是金色的消耗品 而是金色的毒药 或者金色的仪式材料 从恶魔之血 可以不经处理 直接倒入蜂蜜酒中 而不被破坏性质 就可以看出 那个光头 已经非常擅长 制造这种毒酒了 这里每位风鹅 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他说自己一直以来 都是恶魔之血的供货商 那么 之前的恶魔之血 都用来哪里了呢 再说的确切先 之前给肥利运送恶魔之血的人呢 为什么会轮到一个路人 来做这件事 安南没有自己闷头思考 他在察觉到不妙之后 立刻去找了一趟卡弗尼 这是他所能联系到的人中 最有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人 结果不出预料 卡弗尼真的知道这件事 恶魔之血啊 卡弗尼的表情有些复杂 我的确知道 可您是怎么听到这个的 我是从美威风鹅那边 得知了这个情报 于是安南 就简单地把他之前 透过直播看到的事 向卡弗尼概括了一下 只是 把直播改成了 更能让人理解的契约 我明白了 卡弗尼略意思考 轻轻点了点头 他向安南轻声说道 那种掺了恶魔之血的秘酒 肥利殿下 一直在购买 除了被使用了几次之外 剩下的 都被制成了某种仪式材料 至于那种材料 其实您曾经见到过的 我见过 妈 安南有些讶异 难道是在那次宴会上 卡弗尼轻安了一声 肯定地说道 您来诺亚的那次 就见到过 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肥利殿下 一直在吃糖 第296章 不要随便吃陌生叔叔给的糖 一直在吃糖的 肥利啊 有说 一一 安南对这个画面的印象非常深刻 说几句话 就嚼一把奶糖 他包糖衣的速度 比磕瓜子都快 甚至安南现在闭上眼的时候 还能想起那个 未来 该说是 当时还好没吃嘛 可安南当时 也确认过的 那个糖果 并非是咒物 我有印象 安南点了点头 追问道 那个糖 到底是什么 是肥利殿下的仪式材料 即使知道 卡弗尼也依然很有礼貌地称呼他为殿下 卡弗尼 对所有人都是如此礼貌 他轻声解释道 他和我们不同 他不信仰赢爵士 而是持悲女的虔诚信徒 至于腐夫 我想他 只是想再利用他而已 利用因为什么 不 的确也有这种可能 安南 微微眯起眼睛 陷入思考 他虽然与肥利 就只见过一面 但就当时的肥利来说 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蠢货 他的言语清晰 计划可靠 行动力强 胆量也不小 长相还很年轻 初次见面 就能给人好感 还有自己的死忠 这样一个人 显然是会有自己的想法的 他也没那么容易被人蒙蔽 比其说他是腐夫的信徒 或是利用了腐夫 安南倒是更相信 他们是在互相合作 你有没有觉得 肥利殿下比看起来要年轻很多 没等安南继续追问 卡弗尼便紧接着小声说道 这是持悲女的一项仪式 名为孙血圣礼 这是所有持悲女的信徒 都会长期进行的仪式 每天服用 含有任意生物血液的精致食物 让自己的血液变得健康 而如果使用特殊的血液进行仪式 就会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比如说 反老还童 卡弗尼认真地说道 他用掺有恶魔之血的蜂蜜酒 制成奶糖 为自己完成仪式 只要持续服用 他就会一直保持年轻的状态 但只要断开 他就会快速变得衰老 而这奶糖 同时又是肥利殿下缓解咒妇的解药 咒妇 安南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词汇 他是超凡者吗 不 他不是 而且他很讨厌超凡者 他只是曾经作为普通人 坠入过噩梦中 并得到了一项咒妇 他从此无需睡眠 也能时刻保持精力旺盛 但是他的寿命 会以两倍速度流逝 卡弗尼否认道 而肥利殿下 他不是超凡者 也不是一世诗 更不是教士 不过他 虽然只是普通人 却会非常熟练地使用仪式 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无论是让自己重返青春 还是咒杀什么人 你说 重返青春 是的 卡弗尼重重地点了点头 肥利曾与某位神明 签订过契约 出卖了自己一半的寿命 换取了某种能力 但到底是哪位神明 什么能力 我不知道 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 那个时候 我还很小 记得不是很清楚 但我记得 肥利殿下 当时变得非常苍朗 而且他每天都会比前一天更苍朗 到最后的时候 几乎要老死了 我可不想老去 那是只要体验一次 就再也不会 肥利当时的言语 突然在安南心底响起 怪不得 安南恍然 怪不得肥利会说 只要体验过一次这种奇怪的话 因为他的确变老过 安南追问道 他与神明签订契约这件事 是他告诉你们的吗 他还是有些怀疑 对肥利这种习惯性谎话连篇的人 安南对他的每一句话 都充满了怀疑 卡弗尼微微皱眉 努力地回忆了一下 才不是很确定的达到 我记得不太清 应该是他自己这样说的 因为在我们那里 与你们那边不太一样 如果哪个人对 其他某个兄弟姐妹 特别热心 就会被所有人 以及国王陛下所警惕 陛下一直不喜欢他的孩子们 拉帮结派的 所以我们家族之间的关系 都比较淡 平时都不会互相拜访 谁真的出了事 也不会有人打听太多 因为肥利殿下 要对自己 从那次仪式中 得到的能力保密 所以我们也不好 去询问他 在那之后不到一年 肥利殿下 就逐渐又变年轻了 之后就更没人在乎这事了 诺亚家的环境 居然是这样的吗 该说不愧是 是以狮子为徽章的家族吗 那我依然要对这句话 保持怀疑 安南点了点头 陷入沉思 他逐渐明确了 自己对肥利 应该保持的态度 这个家伙 哪怕真的是 自己举行了仪式 为了得到某种东西 而卖掉了自己一半的寿命 也毫无疑问说明 他是一个疯子 仪式中的寿命 从来都是指的前半截 要是普通人 因为知识盲区 上当受骗也就罢了 但肥利可是王子 他不可能缺少这种知识 而且他当时还直接对 安南递出了那种奇怪的糖果 嗯 等等 突然 安南意识到了什么 他抬起头来 向卡弗尼开口问道 如果其他人吃下了他的糖 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吧 除了会感到愉快 和心情平静之外 毕竟他是血液和牛奶做的嘛 不过因为 大家都觉得恶心 所以 没有人吃 血液 安南愣了 恶魔之血 作为恶魔的转化物 怎么说 也应是恶魔之靶 他猛然间察觉到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安南自己是通过系统面板的检定 士领学派的法术 似乎也有专门用来检定的那种类型 问题就在这里 从萨尔瓦托雷 对那个锤子的理解来说 这个检定 怕是不包括功能 或者说有所缺少的 但他的名字 还是能够检定出来的 安南毫不犹豫 追问道 卡弗尼 你知道那个恶魔之血的功能是什么吗 不是用来强化物体本身的属性吗 被安南突然提高的声音 有些吓到 卡弗尼有些发愣 果然如此 安南沉默了一会 开口追问道 他是这么跟你们说的 你有没有喝过他的酒 不 殿下 我从来没有喝过他的酒 也不会吃他的糖 卡弗尼 嘴角上扬 有些自得的 答道 这个 您尽可放心 我们诺亚家的孩子 是在祭祀前 就要不断遭到绑架和暗杀的 我有记忆的最早一次暗杀 是我五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的点心 红茶里被下过毒 对于如何鉴别毒 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不 我的意思是 安南缓缓说道 恶魔之血 不是恶魔的鲜血 而是学名叫做恶魔之血的一种转化物 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恶魔的灵魂 服下恶魔之血的人 侵蚀度会被提升到最大 哪怕是普通人 也会直接成为青铜阶巅峰级别的超凡者 但 很快就会因为被诅咒侵蚀 而失控恶魔化 这个你知道吗 哪怕那个奶糖 是被极端稀释过 如果吃的量大 恐怕也会增加侵蚀度的 你的侵蚀度这么高 会不会是无意时间喝下过毒酒 听到安南这话 卡弗尼突然沉默了 他缓缓摇了摇头 语气渐渐变得凝重且严肃 伸手拉住了安南的手 他稀少地对安南直呼其名 轻声且急切地问道 安南 你不要去王兜了 好不好 怎么了 我的确没有吃过肥利殿下的东西 但是我领过陛下赐的一些酒星巧克力 卡弗尼一字一句地说道 当时我已经成为了超凡者 而在那不久之后 我就因为轻视度过高的缘故 几乎失控 最终在老师梦中的指引下 踏上了堕落之路 后来 老师偷偷带着我出去猎杀非法超凡者 直到他要求 我去猎杀来自黑塔的巫师 我才拒绝听从他的命令 因为那个时候 我无需老师的帮助 也可以抵抗 那个人的精神控制了 但父亲他的精神 却依然被控制着 他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浑浑噩噩地活着 我也不会让他知道太多 他知道的那个人也会知道 所以 他不知道我是堕落者 也不知道我杀过人 更不知道我有 隐魔 这样的可怕外号 恶魔之血的效果 也不只是肥利这样说的 涉及到食物和骤性材料 他说的话 我也不会信的 我专门向老师求解过 可老师告诉我的答案 和肥利殿下说的一样 说到这里 卡弗尼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才缓缓说道 而之前 我就跟殿下您说过 这个带领我走上堕落之路的老师 就是你之前想要寻找的 尼古拉斯 弗拉梅尔 那位赫尔莫斯学派的大贤者 第297章 克拉伦斯 有说一一 老鹅叔叔 这怕是要糟了呀 这算不算提前把主线卡出来了 美威风鹅 我当时害怕极了 书要支援吗 我们也在塔斯郡 最快一天就能赶过去 还是别了吧 老鹅 这又不是准备出去打架去 他这是要潜入啊 你们过去还不够添乱的 别反过来吧 老鹅身份给暴露了 龙警察这边 看到弹幕 咧了咧嘴 他随手磕咳气气地回了一句 等老鹅请求支援 再过去 想看热闹的 给也找吧 龙警察 无奈地叹了口气 把书合上 天快黑了 去楼下换本书拿回去看吧 他坐在图书室里看书 已经看了 一整天了 在察觉到自己有学习辅助插件后 龙警察就直接在抄写法术书的同时 打开论坛 随手挂上了直播 哪怕不看 只是听得响也好啊 他小时候就喜欢在写作业的时候 打开电视 龙警察 是那种环境里有点动静 效率会更高的类型 在做什么呢 你是叫 龙警察是吧 一个爽朗的声音 在龙警察身后 响起 这么晚啊 还在看书吗 真是用功啊 克拉伦斯老师 龙警察听到这声音 立刻起身 将双手抱在身前 向身后那人 微微躬身 行了一个学生礼 这是让手上抱着书与材料的学生 也一样能使用的礼节 出现在龙警察身后的 是一位气质温和 身材偏瘦的青年男人 他戴着轻而薄的圆框眼镜 身披质地不明的暗红色布料 制成的厚重披肩 身上穿着红色的长袍 除雀颜色不太对之外 看起来就像是大号版的哈利波特一样 克拉伦斯也是 泽地黑塔的一位导师 他在龙警察入学前 刚好要上这个月的最后一节课 所以他们几天前碰过一次面 但没想到 都过了好几天了 他还没走 这是自愿加班吗 和看上去的温和气质不同 克拉伦斯实际上是夺魂学派的导师 在上一位夺魂学派的导师叛逃后 曾经作为他学生的克拉伦斯 不久前接过了导师一职 看到龙警察桌上的钢皮法术书 克拉伦斯有些讶异 论施令 这本书我记得挺难的吧 你是在构筑法术吗 克拉伦斯有些歉意地说道 我打扰到你了吗 不 没有 龙警察发出很小的声音 这是他当年上学时 伪装成好孩子的技巧 他低着头 语气礼貌乖巧地答道 我正好准备要走了 我的权限不够 把他带走 正准备去楼下 拿一本书回去看 这好说 克拉伦斯爽快地答道 给我张纸 他说着 伸手接过来了 龙警察递过来的一张记事本纸 把它放在桌面上 他伸出指甲很长的右手食指和中指 轻轻敲了敲放在桌面上的纸张 只见纸张便像是融化了一样 瞬息变成液体 又重组成另外一张纸 原本空无一字的纸张上文字 已经铺满 龙警察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张 书籍 临时租借许可证 克拉伦斯用右手食指 在右下角签了个名 声音就像是中性笔在桌面上 划过一样 烙痕般的名字 在纸张上如伤疤般浮现出来 如果要说克拉伦斯的特色 就是他那精心打理过的 右手除缺大拇指之外的四片长指甲 这四片指甲长度超过三厘米 却能不卷曲 不发黄 而保持洁白干净 且坚硬 龙警察听萨尔瓦托雷说过 克拉伦斯的这四片指甲 好像是使用了 马人的手骨制作的魔药 精心培育出来的 能够干扰预言法术 作为优质的施法媒介 为了保护这四片指甲 克拉伦斯基本上什么重活都不能干 甚至握笔写字都不方便 他更倾向于用塑形法术 直接将纸张重新塑形为保存好的模板 或是像现在这样 将纸恰当好处地烫出烙痕 收回让龙警察联想到弗莱迪的长指甲 克拉伦斯推了推眼镜 温和地说道 这本书你还是直接带走吧 虽然塔里会调用 论赤令的学生不多 但你最好还是以防万一 因为塔里赤令学派的书也同样不多 如果被更高权限的巫师借走了 你这边会很麻烦的 谢谢 克拉伦斯老师 龙警察文言 稍微严肃起来一些 再度认真地感谢道 克拉伦斯白白手 举手之劳 我就能帮你这些了 泽迪黑塔 也没有赤令学派的导师能帮你 也只能靠你自学 你如果能碰见卡尔导师的话 可以询问一下他 怎么构筑循环 他虽然不是专精赤令学派 但他是我们这里唯一掌握了赤令法术的大巫师 实在不行 他说到这里 忍不住嘴角上扬 你就学习一下 结实真名吧 学习这个法术 总归是没有错的 早晚也得学 学了这个 你考试的时候 也会给你放一下水的 结实真名吗 嗯 这是用来减定真名的常见法术 使用率 几乎能比的上用风 水 转化制造干净饮用水的转化法术 用这个法术制成的浴片 无论是一些高档会所的门卫 还是签订契约 都要用的 克拉伦斯说到这里 耸了耸肩 当然 最好还是做套循环 一般赤令巫师 哪怕到了青铜街 也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 他们都是在乌施塔休息 工作到白银街才会出门的 这个学派 难不成都是医学生吗 本科保底硕士起步 还得实习好几年的那种 龙警察 在心底吐槽道 但导师都是很难遇到的 难得碰到克拉伦斯导师 龙警察开口询问道 克拉伦斯老师 我如果并不追求孤身一人的战斗 你有什么法术推荐吗 不追求孤身一人的战斗 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老师 我在进入泽地黑塔前 就有几个关系很好的伙伴 他们都是实力不错的超凡者 我是想要帮他们点忙 所以才学习的赤令法术 也才有机会 被萨尔瓦托雷学长带来的 龙警察 将自己被邀请来 迷雾大陆的过程 用克拉伦斯能听得懂的话 复述了一遍 他第一次碰到克拉伦斯的时候 就被萨尔瓦托雷提醒过 不要试图在夺魂巫师面前撒谎 他们不光是对谎言本身非常敏感 而且对于能够看到感情的夺魂巫师来说 谎言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 一些经验丰富的夺魂巫师 更是能用眨眼 弹蛇之类的小动作 随时开关独心能力 所以 龙警察所说的也都是实话 只是不太全而已 听到他的询问 克拉伦斯微微皱眉 要帮助伙伴啊 那我想想啊 我想学紧急回避 您看怎么样 嗯 这个可以 出乎龙警察的预料 克拉伦斯爽快地点了点头 指了一下那本 论斥令 其实这本书有点老了 里面对一些法术的评价 你可以不用全信 最新的观点是 紧急回避是一个很不错的应急法术 因为在遇到情况比较复杂的危险时 很多人会不知道 往左闪避 还是往右闪避 反而会让自己降在原地 耽误时间 原本能够躲开的攻击 可能也躲不开了 那就不如干脆养成一个习惯 只要遇到危险 就立刻对自己使用紧急回避 在传统观点上 因为不知道自己躲开之后的位置 或是状态 可能在使用法术后 反而让自己陷入僵局 但如果考虑到 对方既然会攻击你那么多半 是早有预谋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会往哪里闪避 敌人就更不知道了 所以综合取舍 这反而是一个不错的法术 龙警察连连点头 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简单来说 就是把方向剑加翻滚啊 跳跃啊之类的躲避方式 简化为一个闪避键 按一下就能闪避 那倒是的确挺方便的 要是闪避的时候 能加个子弹时间就更好了 第298章 有些没想到的事 即使是跨了学派的 自己从来没学过的法术 克拉伦斯 也能滔滔不绝地讲这么多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喜欢翻攻略 不 翻论文的那种类型吗 还是说 巫师圈子里 还有什么论文期刊 或是报纸 克拉伦斯思索了一会 答道 既然你有几个朋友的话 那么我推荐你一下 双方修占这个法术 不不不 好像也没有几个 那么多 龙警察吐槽道 这一批玩家里 和他比较熟的老朋友 一共就俩人 每位封鹅和流浪的孩子 其他人严格意义上 应该算是他的下属员工 文言 克拉伦斯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显然意识到 自己的笑点 不太适合在学生面前展示出来 于是克拉伦斯咳嗽两声 强忍笑意 正色继续解释道 这个法术呢 能够让正在混战的一伙人 按照阵营强制分开到两端 你的队友会被吸到你身边 敌人 则会朝着远离你们的方向 被推出去 在分离完成后 你们中间会生成一道 能够阻挡攻击的气墙 至于拉扯的力量和速度 以及气墙的流速和厚度 则与个人实力有关 各不相同 但这个法术不会改变场地 也不会阻止场地生成 所以 你可以先让你几个伙伴 在战场外布置陷阱 然后你再站在陷阱 战场施法点的位置 使用这个斥令法术 这样就可以把敌人全部送入陷阱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连锁 只是自己一个人很难使用而已 克拉伦斯倾笑着说道 虽然我对斥令法术了解的不多 但目前主流的体系 我还是知道的 领东宫国那边风暴 枝塔出产的斥令巫师 就格外擅长这种阵地战 像是这种空间操作系的能力 是斥令学派的特色和优势 因为你们 往往能够在青铜到白银街 就掌握不同程度的空间系能力 比同样具有空间操作能力的师能 偶像 塑形等学派 要早一到两届 考虑到可替代性的话 你可以往这方面努力 戴着圆框眼镜 气质如雅随和的巫师 认真地提出了改进建议 非常感谢 老师 龙警察连忙恭敬地回应道 他自己都没想到 居然真的能得到有用的建议 这倒不是他怀疑 克拉伦斯的专业水平 主要是克拉伦斯的气质 总让龙警察有些不安 克拉伦斯的气质 是那种突然伸手一缕头发 眼镜一扔 发型一遍就开始无等前方 绝无敌手 也没有违和感的类型 而且克拉伦斯声线 都隐约和拉格兰人有点相似 龙警察姑且放下这个 让自己有些不安的想法 他开口转移话题 不过 克拉伦斯老师 您这个月的课 不是已经上完了吗 嗯 不过 我在这边还有点事 所以姑且就把下个月的课 调到这个月了 克拉伦斯温和地笑着点了点头 我有个咒误要做 缺少一些材料和影响 我发了委托 让他们去各个影响池里找了 等他们回来 我把咒误做好之后才会走 直到他们回来前 我每天下课后 都会来图书室 你如果有什么想问我的 可以在差不多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先在这里等着 我要去八层 会路过这里的 非常感谢 克拉伦斯老师 龙警察再度恭敬地向他道谢 行礼后告退了 那么我就先带着这本书走了 嗯 记得不要睡得太晚 克拉伦斯笑着点了点头 声音温和而厚重 等龙警察离开后 他饶有兴趣地望着龙警察的背影 你又对黑塔没什么恶意 瞎紧张什么 不过 精灵一记啊 克拉伦斯扎了扎嘴 希望你的朋友们 不会有事吧 毕竟这次去 一记采集影响的 可是个不懂什么叫 人情世故的鱼目脑袋 离开图书室之后 对克拉伦斯的读心 毫无察觉的龙警察 才感觉到自己背后冷汗 刷得下来了 他刚刚不敢有任何异动 甚至不敢有什么表情 更不敢追问细节 他唯恐自己会被 克拉伦斯察觉到不对 接二 泄露在精灵一记那边的 玩家的行踪 他才刚 嘲讽完那些看热闹的家伙 拖后腿 要是他自己拖了后腿 那就好笑了 龙警察是那种 不喜欢别人拖后腿 但更不喜欢自己 拖了别人后腿的类型 就算是 一起联机完人类一败涂地 他也是人群中 唯一在认真通关的仔 他总是在 言以律己的同时 还会毫不客气地 言以律人 只是龙警察 没有见过夺魂巫师 对克拉伦斯的 警惕性和重视性 仍然还是不够 面对这种 没有完成超凡进阶的普通人 白银街的大巫师 只是读取他们的念头的话 甚至连施法都不需要 他一直镇定自若地 走到自己宿舍 关上门后 才终于火急火燎地 打开论坛 开始发帖 急急急急急 黑塔这边的去遗迹的队伍 可能已经出发了 at流浪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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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流浪的孩子就回了一句 消息确定吗 龙警察 我没敢细问 因为那是个夺魂学派的大佬 但他派出采集影响的不止一对 所以你们那边有 大概率会过去一些人 流浪的孩子 那我知道了 照顾好你自己 小心夺魂巫师 龙警察 明白 我从明天开始直播就不关了 也不刻意询问什么事 等我学完技能 接下来就看一些 关于地理历史常识的书 录播 我会以书名为标题 直接发到我的个人空间 你们有什么资料 要查询的话 可以来我空间查 eojbk 9 可能的话 记得帮忙查一下 关于恶魔的情报 略急略急 龙警察 没问题 我尽量 答应了下来 搜集情报的任务 龙警察深深呼出一口气 这时才渐渐平息下来 他的手心不知不觉间 已经浸满了汗 另外一边 安南则回头找上了老瓦西里 殿下 你想要制作咒物 瓦西里微微皱眉 可以 倒是可以 但你身上有什么影响吗 我身上还有两个影响 安南看了一眼 达到 都是低阶的 一个是镜像领域的 无限重叠的回响 一个是刀刃领域的快人一步 镜像领域的那个 马上就要产生回响了 我也不知道 都能做些什么 所以来找你请求一下意见 我正在搜集材料 准备进阶 所以 最近要压制一下 噩梦 无限重叠的回响 是心神的影响吗 这个我没听过 也不确定能做什么 不过 如果只是让影响延期的话 瓦西里思索了一下 对 安南很快达到 那我先告诉殿下 您一个基础的仪式是技巧吧 如果一个影响 马上快要过期了 可以将它加入 同领域神明的任意仪式中 这样在仪式结束后 影响的实现 就会被重制 或者说 影响本身会被消耗 并得到一个全新的影响 这样 您也不会被回响拉入噩梦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在身上堆叠 存储影响的 当然 如何用两个 或者更多的影响 合成出其他领域的影响 攻势就比较复杂了 但是 快人一步 却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中立影响 刀刃领域 是没有任何神明控制的 中立领域 所以像是谋杀 锻造 剑之类领域的神明 也能产生快人一步 快人一步 可以用来制作 非常好用的一次性咒物 后发先制止人 老瓦西里笑道 我这里就有材料 现在就能制作 或者说 您要亲自练练手吗 第299章 来自未来的片段 制作咒物的原理 并不困难 难点在于 恰当的仪式材料 和正确的配方 老瓦西里 看着刚布置完仪式场的安南 在祭坛下 开口嘱咐着 进行近距离的指导 按照一定的配方 将基底材料 影响和咒性材料 加入进去 并进行仪式 基底材料本身 不能参与到仪式中 否则就会被仪式破坏掉 所谓的咒物配方 就是在哪种咒性材料 和哪种影响下 选择什么样的基底材料 才不会被消耗 如果基底材料 选择正确 那么在仪式结束后 就可以得到咒物 遵循老瓦西里 给出的配方 安南在地上 用一笔画出一个七芒星 安南的力量 可以让他的手 不会轻易发抖 这样线就会很直 但即使如此 七芒星要符合标准 也必须每个角 都必须大于24度 就算是安南之前 已经用废纸 画了好几十次 他也不能保证 自己这次一定能成功 要是这次再不行 我就要号召玩家 来帮我画图了 安南在心底吐槽道 而在他专心画线的时候 老瓦西里 还在一旁滔滔不绝地讲解道 影响决定了咒物的属性 本身有可能会被消耗 但不一定会被消耗 一般 起到固定领域的催化作用 而咒物的强度 则直接取决于 仪式后 剩余未使用的诅咒浓度 按照这个基本原理 如果想要提升咒物质量 要么就使用更强的咒性材料 要么就必须使用 效力尽量低的仪式 制作刀刃 这种中立领域的咒物时 最常用的仪式 是好运小姐以七 为关键术的系列仪式 因为好运小姐 是幸运之神的同时 也是意外之神 幸运领域的所有仪式 在进行中 每分钟都有7%的 恒定失败率 那么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在成功触发仪式 沟通到神明后 想办法延长仪式的时间 使得仪式失败 并自行终止 以初阶影响 快人一步为祭品 需要献祭提供 影响超凡者的 未凝固鲜血作为引导 并以以锈时 并曾经见过血的 青铜刀剑的锈技萃取物 欺骗任意超凡生物的 风干心脏瓣膜 刚被斩首的鸽子 含血的唾液 一片存活超过10年的 山猫厚颈皮 四样材料 作为骤性材料 先用自己的鲜血 将祭坛正中间的地块 涂满 然后将心脏瓣膜 叠放在血上 用鸽子的唾液 作为心脏瓣膜之间的粘合剂 然后上面 是一层鸽子唾液 最上面是老山猫的后颈皮 再将锈技萃取物 滴在最上面 使得仪式场固定 固定后 仪式可以存续半个小时 为了防止失败 要立刻用刃意 力气将其贯穿 开启仪式 因为刀刃必须垂直固定 直到仪式结束 所以要在柔软的土地上 进行仪式 更容易使得刀刃固定 如果一切顺利 就可以进行仪式 避难之好运 这是一个简单的避难仪式 你可以指定 未来一周中的三个连续的小时 如果这三个小时内 你原本会被人刺杀 那么这三个小时内 你身边就会不断出现 巧合 避开试图杀害你的人 但这个仪式 仅对使用武器刺杀你的人有效 如果是毒药 诅咒等间接方式 那么他就不会出发 假如有人买凶 殿下 这个仪式 也只能看到被雇佣的杀手 而无法察觉到 幕后真凶 他 更多在于起到一个提示作用 告诉您 您被杀手盯上了 老瓦西里流利地提醒道 我再重复一次 殿下 在这个仪式中 可以参与到仪式中 又不会被仪式破坏的基底材料 是使用染血的武器 进行最后一步 即使是您的那把咒物 也可以作为基底材料 只要一把凶器的人 在碰触到两种液体前 就被鲜血所浸染 那么在血干掉之前 他就不会被仪式所破坏 殿下您在 连接到好运小姐后 记得要一直保持沉默 等到仪式自动失败 咒物就制作完成了 我明白了 安南点点头 将山猫的后颈皮 小心翼翼地 盖在七片风干心脏瓣膜上 超凡材料 老瓦西里可以提供 但鸽子死后的唾液 必须新鲜 为了收集鸽子死后的唾液 他不得不紧急 从清水街的商人那边 购买了大量的肉鸽 其数量 足够晚上开个鸽子宴 让紫爵府里 所有人都能吃饱 而至于染血的利刃 安南这里 也的确有一把 能够用来作为基底材料 来锻造的武器 也就是他从噩梦 画廊中得到的咒物 染血的菜刀 遵循老瓦西里的指导 安南将萃取物滴 在后颈皮上 到这里之前 安南并没有看到任何特效 若不是老瓦西里 没有喊停 安南甚至以为自己 哪里已经失败了 但在萃取物滴落之后 安南却突然感觉到 一阵奇异的燥热 他的后心传来一阵 火烧火燎的感觉 但那并非是痛绝 更像是用花椒水 泡澡式的温暖灼烧感 这股热度很快稳定后 便开始向上流淌移动 直到安南后 驳梗的位置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才是安南进行的 第一项仪式 快 殿下 老瓦西里高声提醒到 安南不假思索 便将早已准备好的 染血的菜刀 穿透八层材料 直直定入了地面 蹦 安南驳梗的那股稳定的热流 突然跳了一下 崩解开来 就像是被刀刃刺穿腹部一样 温热的感觉 从后颈静满 全身 而涌入脑中的那部分热流 这让安南眼前 出现了奇异的幻觉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幅 幻灯片般 飞速流动的图像 即使是安南的感知 已经半步踏入了 超凡领域 却依然只能勉强看到 其中的少数片段 流浪的孩子 身前的地面融化塌陷 每位蜂鹅 蹲在地牢中 他的面前 是一个枯瘦的老人 安南挡在卡弗尼身前 右手向前微微探出 肥力 诺亚大口大口地吃着糖 以及 最后画面停止在一个 安南从未见过的少女身上 他背着方方正正的写声 用画板 右手牵着刚到他胸口的安南 仿佛注意到了窥探的目光 他微微皱眉 回头看了一眼 安南注意到 他有着冰蓝色的树桶 以及毫无杂色 与安南有几分相似 但气质却有几分冷烈 但最引人主目的 是他额上那两根 闪电般向上倾斜探出的 白色龙角 第三百章 安南的新菜刀 安南还没有看清 那个片段中的细节 他眼前飘过的画面 便开始以数倍的 速度倒退回去 如同时光倒流一般 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 突然向后退去 就像是站在大街上的时候 突然被人撞了一下 后退了两步一样 瞬间惊醒了过来 而安南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正好看到 立在地上的燃血的菜刀 正痴痴地冒着难闻的青烟 而那些骤性材料 已经全部被烧着一空 静血的气芒星 也被无数浅浅的刀痕所破坏 系统提示 姗姗来迟浮现出来 只有短短三行 你在仪式中 消耗了出街影响 快人一步 你在仪式中 消耗了出街影响 无限重叠的回响 仪式 仙芝的残片 因关键材料 缺失而失败了 咦 安南正了一下 瓦西里阁下 这个仪式 好像变成了一个叫 仙芝的残片的仪式 他连忙开口问道 镜像领域的那个影响 也被消耗掉了 没问题吗 什么 瓦西里也有些压异 他走上前 蹲下检查了一下仪式场 若有所思 原来如此 随后 他才笑着对安南说道 你不吃亏 反正你的目标是 制作咒物 两个影响的叠加 会让它变得更强 仙芝的残片 是一个需要高阶影响 才能进行的复杂古代仪式 是古人在仙芝学派 尚未兴起的年代 让被仪式 选出具有神性的 负责扮演仙芝的小孩 通过这个仪式 来看到未来的碎片 这个仪式 甚至需要建造特殊的建筑物 作为仪式场 而且 仪式本身要持续超过三天 我们现在准备的材料 根本 不可能支撑这个仪式完成 不过现在来看 镜像与刀刃两个领域的影响 可以在避难之好运仪式的 某个组成部分的催化下 变成高阶影响 转瞬即逝的泡影啊 瓦西里南南道 拿出本子快速地记了下来 具体这个影响 是在什么条件下被催化的 他也不知道 毕竟镜像是 心神镜中人的领域 他基本没有在地上活动过 自然也不会出现太多影响 这个影响 指不定比转瞬即逝的泡影 更加稀有 但总之先记下来再说 安南也向瓦西里讨了一张纸 快速地将自己 从幻觉中看到的未来碎片 都简要地记了下来 防止自己像是做梦醒来一样 没一会就望个干干净净 在短暂的沉默后 两个人将自己要记的东西 都很快记好了 我在仪式中过了多久啊 安南随口问道 我感觉甚至不到五六秒 哪有这么夸张 瓦西里忍不住笑道 你从昏迷开始 大约过去了三分钟吧 那也的确是很快了 可惜 这次没能听到好运小姐的声音 如果听到好运小姐的声音 多半又会得到一个 幸运领域的影响 比如说 好运小姐的残留之类的 稍微会有些麻烦 但安南也很好奇 毕竟她目前 也就只听过两位正神的声音 如果不算老祖母 那听不懂的龙语 也就只有阴爵士是之根之底的了 从称号上来说 好运小姐可能是一个性格 很开朗的女神 而且这个熟悉的名字 让安南对她有些好奇 不知道 她不会啊 哈哈哈哈哈哈 看到菜刀上难闻的青烟 逐渐散去 安南走上前去 将自己心爱的小菜刀捡起 然后安南意外地发现 她的名字居然变了 安南的踢鼓刀 类型 武器工具 紫色 描述 拥有无数镜像的风锐踢鼓刀 或许永远也扔不完 效果 此物品每次致出时 都可以选择以镜像 或是本体形态致出 当以镜像形态致出时 依然会对敌人造成正常伤害 但踢鼓刀在完成攻击后 会消失 如先知学派法术镜像投射一般 在镜像踢鼓刀破碎后 它会重新浮现于持有者手上 效果 持有者将遭受咒负 破坏者 活性投掷 后发先制 如果持有者手持安南的踢鼓刀时 见到中年女性的肖像化 需在三秒内将此物品制出 否则持有者本人将被此物品击伤 活性投掷 此物品被投掷时 如同被施加同名斥令学派法术 活性投掷 它会在小范围内自动锁敌 后发先制 当持有者已被敌人锁定 且攻击尚未奏效 十项攻击者投掷此物品 此物品将自动锁定攻击者 且飞行速度将提高至三倍 如同被施加同名利任领域神术 快人一步 它居然被安南冠名了 等等 这个奇怪的效果 安南看着 这已经不再流血 造型有了些许细微的变化 最主要的是 刀刃闪烁着点点寒芒的踢鼓刀 感觉到有些微妙的弹腾 它的确很强 没错了 在自己即将受到攻击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投出此物品 在后发先制和活性投掷的作用下 面对敢于向安南出手的敌人 安南只要投的位置大差不差 就能将敌人命中 这 这是 顿反 而且用无限重叠的回响制作的咒物 也有些强力 镜像领域的特效 居然是无限投掷 虽然一次只能投掷一把 大致相当于 一把必然能飞回来的回旋刃 安南顿时心中产生了些许邪念 他突然想薅几把镜中人的羊毛了 虽然说不上这个功能有什么大用 但总感觉会方便很多 看着原本效果基本相当于卖萌 主要配合安南自己的咒服使用的这把踢鼓刀 变成了如今的紫色品质强力武器 安南一时之间差点没忍住 想把老祖母的那个神秘知识拆成高阶影响 然后做成装备了 不知道这把菜刀 如果再加上来自老祖母的影响 命中人之后能不能减速 安南低头看着刚刚到手的强力武器 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不知为何 这个菜刀总给他一种 我是不是该出点肉的错觉